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一集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是紫苏籽油还有BAP 紫苏籽油它不建议高温烹调 所以我们在料理完之后啊再把油淋上去这样就可以了 它富含丰富的Omega3 所以是我们人体很必须的 那什么是BAP呢 它是最佳水产养殖规范 在我们合作社的紫生产者邱家兄弟 他拥有这一个认证 那这个认证呢从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动物健康福利 还有可追溯性的层面来着手 全部集合的项目有186个 所以要拿到这个验证啊很不简单 像我们手上这一块邱家兄弟金木鲁鱼牌 他就拥有BPA认证 我搭配的食材都是现在当季的 我都会带大家认识当季蔬菜吃当季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最完美的状态 像现在九层塔很多 我就会把它放在料理里 那现在接下来你看到这些调味料 都是你可以自己去使用的 像酸甜酱 你用了就会很有泰式料理的风味 还有好久不见的阿金姐金鸡酱 它跟鱼类料理非常的搭 大家会看到我怎么去搭配它 夏天到了所有的料理就是越简单越好 那鱼呢金木鲁鱼牌我用烤的方式 用我的气炸烤箱来烤 我稍微抹上我们的感染油 然后我用了这一瓶辣椒酱 这瓶辣椒酱啊我自从用过它之后 我就蛮喜欢它的 因为它不会很辣 但是它会有辣的香气在 搭配这一瓶金鸡酱 就等于有辣辣酸酸的 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在鱼片上也抹一下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哦 大家都可以跟着试试看 有时候料理就是这样 你想到怎么做你就可以去尝试 我先用气炸烤箱来烤我们的金木鲁鱼排 我就把下面的菇类啊跟角白笋 先把它稍微拌一下 因为它烤过之后它就很香了 我再把它跟丝瓜放在一起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烤箱里 这个时候啊 我让它先烤出有一点焦香味 我再把文革放进来 等于我这整个料理 我都没有起瓦斯炉火 因为夏天的时候 其实开火都会觉得蛮热的 所以我全部就用气炸烤箱来完成 善用现代的科技啊 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 那大家看到 我把紫苏纸油用领的领在上面 因为紫苏纸油 它是从紫苏的成熟种子炸出来的天然油脂 那它很重要一点是 它含有丰富的Omega3 Omega3比较多是存在于鱼肉之中鱼油 但是它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而且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行制造 因此素食者呢 很鼓励你要多多摄取含有Omega3的紫苏纸油 好啰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